新闻第一线 资讯全方位 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如今世界 中国和美国都是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缺一不可 中美关系的变化更是会影响区域和平的重要因素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就一直保持对华强硬政策 双方关系不断恶化 为了减轻压力 终于轮到拜登求助中国 此前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访华就表达出合作意愿 随后拜登还和中国领导人直接进行了通话 商谈合作问题 拜登在电话中表示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如何互动 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 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 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 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对于拜登释放出的信号 中国愿意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接受 但是双方合作必然需要一个合作基础 作为宾室前嫌的信号 中国于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释放孟晚舟 此前家方打着所谓协助美方办案的旗帜 而将孟晚舟强行扣押在加拿大 更可笑的是 这个协助办案的由头是美方认为 孟晚舟涉嫌银行欺诈罪 好吧 既然说孟晚舟有罪 那就拿出证据来 但美方和家方却一直获悉理 要证据没证据 要理由就是那些老掉牙 万人一看就很冠冕堂皇的可笑理由 显然他们是准备把傻赖进行到底 在此期间 孟晚舟依然用最好的状态去回击这些可笑罪名 若是换做其他人 或许早在这些子虚乌有的罪状下 变得心惊胆战或者微微落落 但孟晚舟却没有露过一次切 无论是在最狼狈的被抓时刻 还是在家方监控期间 她的头颅始终高昂着 因为她知道自己就是美加想制裁华为 白漂5G技术 想击垮中国的一种政治手段 所以她不可能向恶势力低头 三年过去 孟晚舟依然被美加拘禁 一千多天的日子里 没有人知道孟晚舟是怎样熬过来的 美加一拖再拖 不断给孟晚舟 给华为 给中国施压 但首当其冲的 孟晚舟却没有一丝的畏惧 其父亲任正非所在的华为也从未妥协 国家更是始终站在孟晚舟的背后 给予她最强的后盾 华春莹就曾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表示 美加的强盗行径就是教科书般的胁迫和侵犯人权 确实 美方一直自诩为人权言论自由的国度 但却一直以强盗钟爱的逻辑去行事 或许美方还为此沾沾自喜 殊不知早就被众人抄为黄昏下的跳梁小丑 蹦跋不了多久了 而作为美方小弟的家方 将马首是瞻奉为坐视准身 美方的枪往拉指 家方的炮就往哪打 家方这不就是典型的狗腿子行为吗 先不说这样的行为有多让人发笑 就单从不分青红皂白的 把孟晚舟抓捕的举动来说 家方干脆自立为国 改名为美尼金和中国附属国 岂不更好 国人目光一直锁定在孟晚舟一案上 美加的小丑行径 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 反而搞得自己自相矛盾 骑虎拦下 8月份的时候 孟晚舟案进行到了最后的庭审阶段 8月16号成为了孟晚舟人生命运的重要时刻 然而最后的庭审结果却被一拖再拖 如今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依然无任何结果被公布出来 美加还在找各种看似合理实则可笑的理由 企图将孟晚舟驱打成招 给她定罪 所以 这场自导自演的可笑案件 结果公布时间又被推迟到了10月份 现在已经是9月中旬 离10月份也越来越近 此次的审判结果不仅关系着孟晚舟的命运 还伴随着中美加三方日后的关系 其实 家方庭审结果的延迟就是一种变相的无赖行为 为何会这么说 因为在8月庭审之时 解放多次在法庭辩论陈述的时候自相矛盾 且对于法官的质疑也没有给出合理解释 只是一味的坚称 孟晚舟存在银行欺诈行为 家方如此胡搅蛮缠的低俗手段 不仅把所谓的司法独立这块遮羞布撕得粉碎 而且只能是让人看笑话 毕竟这样不占领 非要按头让人认罪的霸道嘴脸 实属是过于难看 如果按照此前美加所说的这是一起司法案件 而并非政治案件 那么在检方强词夺理 无法回答法官质疑的时候 法官就应该基于专业判断视角 做出无罪释放的判断 但法官却没有 而是把审议结果挪到了10月份 再来商议核实宣判 显然 法官不判的最大理由就是 这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司法案 而是一场有预谋且无理关押的政治案件 一旦轻易下定论 可能就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而这不是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能承受得起的 除此之外 对于审议此荒唐案件的法官来说 他们既不愿意违背良心 不尊重法律的说孟晚舟有罪 也不愿意替美方背锅 造成不堪设想的结果 更不能说孟晚舟没罪 直接打美国的脸 所以只能再次把这个烫手的山芋重新捂住 其实 早在孟晚舟被无理关押的时候 任正非就说过一句话 华为不会牺牲任何人民的利益 去换取孟晚舟的自由 我已做好此生再也见不到女儿的准备 任正非难道不想恋女儿孟晚舟吗 当然是想的 那为何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他很清楚美家是为了什么 无非就是想借此打压日益壮大的华为 白漂5G技术 甚至将其收入狼中 因此任正非也就只能说出 已做好此生再也见不到女儿的准备 要知道5G技术之于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不然美方也不会只派小弟家方去非法拘留孟晚舟 美方这样低劣手段确实让人觉得恶心 堂堂正正的PK技术 还能说是条好汉 结果非要搞下三弹的手段 还一个劲给自己脸上贴金 将一场卑劣的政治事件说成是名正言顺的维权行为 不知道能干出如此又当又立之事的美家是怎么想的 反正咱是被逗笑了 孟晚舟案有多荒唐 无论是美方还是家方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此前家方还借由此事上纲上线 企图倒打一耙 指责中国有胁迫外交的倾向 而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直接灵魂三问 一问家方 为何不承认近两年中加关系紧张的源头 就是家方无故拘留孟晚舟 二问家方 为何只有她统一战边美方无故抓捕孟晚舟 三问家方 为何在孟晚舟仪式上遮遮掩掩 想方设法避而不谈 不敢公开涉案信息 其实中方从未想过挑事 但也从来都不怕事 无论是几千年前还是如今 中方始终都坚持和平外交 并且也不容许任何人 任何国家以任何歪理来企图干涉中国的领土 政权以及迫害中国公民 对于这场以商业案开始 却以各种擦边借口碰瓷的歪理来执行的案件来说 确实不得不让人怀疑 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 但请做出此事的美家想清楚一点 不要妄图用孟晚舟作为筹码 更不要认为中国从来是可以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希望美家迷途知返 不要再做一笑大方的丑觉 趁早把孟晚舟放了 让她回国 最后再强调一遍 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 美国政府炮制这一事件 绝不是出于什么法律的原因 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阻牢中国的科技发展 祝愿孟晚舟能早日回国 更希望大家可以看清事情的真相 中国从来不惹事 但也从来不怕事 以上仅是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